2016年的7月23日星期六上午9点钟 我们现在去大帽山郊野公园 会行山去甲农 去上川石江那一头 现在这条是临感公路 真是很漂亮的这条路 又阔两边的树又合好 我们就快到这个家道理农场 你看这条好环境 这条真是 这条就是家道理农场 我们来过很多次了 看櫻花 家道理农场的牌 好 现在继续进发去大帽山郊野公园 哇 真是心亢神仪 元朗平原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大帽山郊野公园 这条秋名山 不断有手臂弯发甲弯 其实这个就是大帽山 你看这些路 多斜 斜得来有很多这个弯位 不断都是这样的 不断都是这样的 你看这条马路 哇 真啊 好 2016年的7月23日星期六 现在上午大概是9点9 我們上到大霧山,這條叫甲龍林徑 很舒服,是素顏姐介紹的 很綠樹林蔭 把熱氣隔開了 真的很舒服,美人走得多優柔 這條甲龍林徑也很優心 很棒,但同時是單車徑 越野單車 真的很舒適,多好地方 今天是藍天白雲 不熱,把暑氣隔開了 這兩隻蜘蛛 不知道是交配,還是一隻吃了另一隻呢 拍什麼呢,就是這個薯筋 不知道為什麼是紅色的呢 甲龍林徑 很棒,素顏姐沒有介紹錯 很優心 根本就不用擔傘,又涼 這條路簡直是仰腳的 很舒服,鋪了地毯 哇,求政府不要為我們著想 起石徑 很漂亮 真的值得一來再來 很多挺拔,很漂亮的樹木 又不曬,看到平原 這條路 真是100分 尤其是夏天走 值得推薦 看多漂亮 仰腳,腳痛,變了不痛 走兩個小時不夠的山 我都很少拍攝 movie 拍了一整個 我想都有五六分鐘以上 因為這條路線呢 又是想起了 比美很多外國 可能日本很多行山的地方 譬如富士山 哇,看這個林 好清幽啊 一點都不熱 隔開了,把那些暑氣 條路又好走 甲龍林徑 2016年的7月23日 星期六 現在上午11點左右 我估計 好,繼續向甲龍進發 看看吃不吃這個 農場燉奶和飲鮮奶 麻煩 好,再說一次